逆砍砍 逆砍砍 哇靠 超級油 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韋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我家東京好吃的炸豬排店第二集 想看第一集的朋友呢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敘述裡面 我會互相連結喔 我們來到了秋葉園 要吃一家炸豬排店 玩午 它店呢在塔北路有3.97分的高分 那基本上在塔北路上面大概3.5分以上就覺得不錯 這家店本身有34個座位 可是我們上次還的時候 外面大概又把另外排了30幾個人 在開店的時候 可見它到底有多熱門 那這是豬排醬 是鹽鹽 是跟豬排鹽蠻搭配的那個 黃芥木 逆砍砍逆砍 這個亨切麵 肥瘦史上最分明 有沒有 整個三層肉 五花肉的感覺給它出來 油在這邊 瘦肉在這邊 肥厚啦 準備來試吃啦 哇 哇 臭 超級油 哇 它這個豬排很厲害 第一個是我覺得它切的厚度很剛好 足夠的厚實 所以你可以充分吃出豬肉的厚度 還有那個肥肉的油度 再來就是它的皮炸的很酥脆之外呢 它的那個醬啊 比一般的豬排醬還要再酸一點 我覺得更能夠點出那個豬肉的味道 試吃囉 我點的就是 我點的就是 肉絲卡住 肥蓮卡住它其實肉比較瘦一點 所以油比較不會那麼多 但其實吃起來也不會老 所以也非常好吃 好慢喔 我們來到了炸豬排 一級戰區高田馬場 要吃吃看通Q炸豬排 這家店也是日本炸豬排的排名店之一 這家店的炸豬排的價位 大概是1700到2600左右 出中價位 然後你還可以吃到不同產地的豬肉 這道是來自霧島高原的 黑豬肉肉定食 下醬囉 這個來自霧島的黑豬肉炸豬排定食 看起來太威猛了 看這個肉的厚度 好的 沾一點芥末 我就從這個看起來切了最厚的肉 開始吃囉 它這個霧島的黑豬肉啊 因為我點的是厚切的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扎實 可以完全吃到那個肉的口感 但同時呢 它豬肉味很濃厚 可是卻不會讓你感覺到腥或臭 非常的新鮮 然後呢 接下來我來試吃一下 後面這個油的部分吧 吃油啦 剛整個吃完之後啊 它整體的肉是屬於一片瘦肉 但是呢 一點點的肥油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然後呢 它的肉啊 切得非常的大塊 但是因為很嫩 所以咬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 看到了恆兵 一樣是恆兵非常出名的炸豬排 勝烈鞍 這邊啊 除了一般的炸豬排定食以外呢 我們今天點的是特殊肉食定食 所以看起來它的肉是用比較高級的國產品 這個菜單還有英文的版本 所以你看我們有自文的話 可以用這邊去點 這家創業於恆兵已經90年的老店啊 目前只有在恆兵考廉昌地區才吃得到 而且它在美食網站上的評分相當的高 這就是我們點的特殊肉食定食 加一點芥末 再配上剛剛倒的滿滿的 豬排的沾醬 開動喔 它的豬排啊 是屬於瘦肉占比比較多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過油膩 然後你可以去充分享受那個 咬那個瘦肉的口感 然後另外呢 搭配上它這個 自己做的這個酸酸甜甜的豬排醬 整體搭配起來非常的好吃喔 我們來到了前草 一家叫做Yutaka的豬排百分店 這家店的內裝啊 非常有自私 有著和味的感覺喔 下醬汁囉 我點的這個肉絲卡汁啊 它是屬於瘦肉很紮實的豬排 然後我覺得它的豬肉呢 不會太肥 而且它的皮炸的也非常的脆 然後搭配它這個醬 跟一般的豬排醬比較不一樣喔 不像一般那種比較濃稠 然後呢吃起來比較偏 有一點甜味 這家的炸的香還蠻特別的 有事先幫你切好段喔 它的炸的香 非常有彈性 然後又只能炸實 配上那個剛剛撒的那個檸檬 然後還有那個梅乃滋的甜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新鮮喔 吃一下炸物店必備的高麗菜吧 這家的高麗菜沒有特別的醬料 直接跟豬排醬一起 它的豬排醬啊 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因為它的高麗菜吃啊 粗細細的感覺好 所以吃起來蠻脆又蠻甜的 我們來到了上野 要吃這邊的炸豬排百名店 碰多盆加 家店的路平價是3.86 但在台灣熱湖上面也是非常少見 家店是名字38年 就是1905年創業的百年老店 我的這個是炸蝦的可樂餅 吃吃一下這個炸的金黃酥脆的可樂餅 給你聽一下這個麵衣的聲音 哇 整個酥脆到爆 它這個皮啊真的很厲害 它是薄薄一層可是炸的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面那個馬鈴薯泥加上一點白醬啊 吃起來非常的香 然後搭配它裡面呢 有好幾隻蝦子 咬起來很脆之外呢 還非常的鮮甜喔 用一碗油炸炸出來的金黃酥脆的皮 然後入口擠化的肉 搭配起來 真的好吃 不愧是豬排百名店啊 以上就是五家東京好吃的炸豬排點的第二集囉 你覺得哪一家好吃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你想要看什麼樣 關於東京旅遊 或者是任何日本相關的主題吧 也別忘了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Facebook 本私專頁還有YouTube Channel 我是吳恩 下次見囉 掰掰